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由于今年上半年半导体业,库存调整周期比预期缓慢,需求复苏也疲软。高盛将台积电目标价下调2.8%至615元新台币,同时下调对台积电2023年和2024年的资本支出预测,不过仍维持买进评级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之前报道,高盛认为,整体半导体库存消化进度比预期慢,2023年第一季大中华区库存天数,纵为107天,高于2022年第四季的100天。 同时,手机和个人电脑的终端需求复苏疲软。 此前,台积电在法说会上也称,本季度市场正在触敌,预估整体区库存化要在下半年才会结束,预计手机和个人电脑需求将在2023年全年保持疲软。 在资本支出上,台积电预计全年资本支出维持321到360亿美元,并未下调。 台积电财务长重申,台积电每年资本支出规划,均以客户未来数年需求及增长考虑,为应对短期不确定因素,台积电适度紧锁资本支出规划。 高盛则把对台积电2023年和2024年的资本支出预测分别下调至310亿美元及270亿美元。 尽管全球半导体市场低迷,台积电2023年上半年,此前传出产能利用率也大幅下滑,但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, IC设计厂商表示,台积电计划从明年1月起将调涨先进制成的报价涨幅达3-6%, 且已与多家大客户陆续完成协商沟通,涨价几率相当高。 IC设计厂商称,按照制成、订单规模与合作紧密程度,重厂涨幅不一。 目前台积电已陆续于苹果、联发科、AMD、徽达、高通及博通等多家客户进行沟通涨价适宜。 有厂商表示,过去一年来,不少晶圆代工厂因客户简单需求疲弱,调降价格或实行其他销售折让。 但台积电面对大小客户期砍单,产能利用率崩跌,代工牌价仍不为所动,主要原因便是价格一旦下调就回不去。 面对海外扩产成本、电费调涨等多重压力,尽管市场低迷且不少代工厂商上处于降价维持客户的状态, 但台积电仍决定通过调涨、先进制程报价以抵消成本。 一方面,由于台积电在7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上明显领先于三星等竞争对手,因而对此次调涨更具底气。 另一方面,台积电坚信2024年半导体行业景气一定会大幅好转,客户展望应也是如此, 在必须退出新品且放量以维持竞争力的压力下,多家客户有望恢复头片下单力道。 比如,辉达近期市值就一度突破赵美元,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近期访台参加Computex 2023引起了很大的关注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另一位科技圈大佬,LMD执行长苏兹峰跟黄仁勋同是出生于台南,而且两人是远房亲戚的关系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苏兹峰的外公与黄仁勋的妈妈是兄妹关系,苏兹峰是黄仁勋的表拜生女,他得叫黄仁勋一生表旧。 苏兹峰的外公罗伯木是家中长子,罗家是台南水仙宫一带的世家,罗伯木女儿罗淑雅是苏兹峰的妈妈。 罗淑雅和同是台南大家族的苏春怀结婚,在苏兹峰三岁时全家移民美国。 黄仁勋也在九岁那年移民了。 根据报道,苏兹峰的外公罗伯木跟黄仁勋的妈妈罗采秀是兄妹,两人相差十八岁,苏兹峰纪念五十三岁,是纪念六十岁的黄仁勋的表拜生女。 报道还提到,苏兹峰和黄仁勋这两位台南出生的孩子,他们的姻亲关系来自黄仁勋父母的结石。 黄仁勋父亲黄兴泰到台南念成大话功细时,因成绩非常优秀,被聘为罗采秀的家庭教师,两人后来相恋结婚。 黄仁勋和苏兹峰各自发光,在美国打下科技传奇,挥达日前市值冲破一兆美元,黄仁勋身价跟着水涨船高。 苏兹峰则在2014年接任,AMD执行长,AMD股价在苏兹峰上任九年中狂飙三十倍,他成为过去几年标普指数公司中心资最高的执行长之一。 2022年薪水赢了三千零二十万美元,在这些年已累计高达七点四亿美元的财富。 这两家巨头公司都与台积电的关系都相当密切,挥达执行长黄仁勋近日也首度证实了与台积电合作紧密,并宣布最新H100晶片由台积电独家代工,甚至下一代的代工仍会交给台积电。 另外,日前市场传出台积电Coors产能将启动扩充,对此,台积回应指出,不评论市场传闻,公司近年4月十余法说会中提及,关于先进封装产能的扩充,他们仍在评估中。 目前,首批客户如Google、Meta、微软都将采用由256个GH200所组成的DGX GH200超级计算机。 而联发科的300米产品也已经在台积电投片,而其300米车用旗舰晶片预计将在2025年进入量产阶段。 因此,有业内人士认为,2023年大幅砍单缩减下单的客户,2024年将全面恢复,只有接受涨价才能帮助这些客户预先保留产能。 另外,对于台积电逆势涨价的原因,台积电表示对于市场传言不予评论。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数据显示,此前因半导体市场需求疲软,库存水平升高,导致晶圆厂产能利用率快速下降至80%以下。 但从其跟踪的2023年第二季度各行业指标来看,环比均有所改善,预计晶圆产能利用率跌幅将在第二季度放缓。 部分业内公司预计,半导体库存修正在年终结束,在库存需求回升和假期旺季的推动下,下半年将出现温和复苏。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,随着经济逐步回暖,叠加AI热潮催化,全球智慧晶片、人工智慧伺服器市场又往迎来高速增长,从而进一步提升半导体的去库存增速。 根据彭博社内部的Bloomberg Intelligence公布的一份6月报告显示,随着OpenAI的ChatGPT、GoogleBart等面向消费者的AI工具问世,有望推动一轮长达10年的AI浪潮,带动升城市AI市场将呈现爆炸性增长态势。 根据报告显示,预计升城市AI市场规模以营收换算将在2032年扩大至1.3兆美元,相比2022年的400亿美元呈现暴涨态势。 这10年间的升城市AI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高达42%。 报告认为,预计最终微软、徽达、亚马逊、Google将成为最大赢家。 分析师进一步指出,虽然可以看出半导体行业仍处于衰退中,但市场预期已先移步于行业基本面,提前进入到复苏阶段,目前半导体行业仍处于较低估值的水平。 另有其他业内人士认为,当前10点半导体行业库存趋化显著,且第二季度开始,终端需求逐渐回暖,部分产品订单量回升。 同时,AI为行业带来新的增长动能,相关产业链持续受益需求增长,行业整体下行阻力增大,此轮周期拐点或将提前显现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